哈囉哈囉我是虛擬Youtuber璐洛洛 這次要快速分享關於 彈射世界光彩摩天龍後片的超級難度對我分享 雖然整體活動到9月5號才結束 但這次活動的扭蛋機共有4個BOX 要全部扭完的話大概需要10萬張票券 其中為推薦必換的東西就是BOXC的泰姆 以及光炮用的武器正電子射線 BOXD的庫存共有9800多個 若能夠把金色素材和武器都換好換滿是最理想的 因此要打下個擊敗場以上的母神拉夫 也是不可避免的戰役囉 影片開始前若你還沒有訂閱洛洛的頻道的話 記得先訂閱一下唷 首先這邊推薦一些適合的隊長 分別是光彈為隊長的技箱隊 粉毛為隊長的魂身隊 神速為主的直擊隊 技箱隊的組成為光彈U泰姆 妙物U技工 光王子U光奶 武器和魂珠的部分可以參考圖片 主要都是五星以下為主的成員組成 若是沒有光王子的話可以換四星光騎士 沒有妙物的話也可以讓技工出戰 共鳴為貓頭鷹 光奶也可以換成光騎士 若是先前有抽到粉毛 可以在高級難度派上用場 組成為粉毛U暗給 光炮U藍毛 光王子U光奶 傷害會比前一隊再高 也是超級難度常見的隊伍組成 其中暗隊的位置可以換成泰姆或雷龍 藍毛可以換成技工 光奶也可以換成光騎士或是火記者 這隊蠻穩定不太容易翻車 另外直擊隊是洛洛爵的所有隊伍 打起來傷害最高的角色 組成是神速U暗給 藍毛U泰姆 光炮U技工 藍毛的武器是裝備持抽的PF書 若沒有的話可以換成泰谷之盾 或是BOSS5200LI超級的BOSS必兌換的機器人 若是隊伍戰力不夠拉長戰鬥時間的話 這隊的血量會稍微有點危險 不過通常就算野團遇到的隊友也還算是蠻穩的 所以蠻推薦這隊的 主流的光隊介紹完了 這裡介紹一些進階想要玩高爆發或是趕時間的BUG隊和踢管隊 因為大家都說這算BUG 所以若若就把這隊取名為BUG隊吧 不過官方也沒有下修 所以應該可以說是很聰明的吧 BUG隊主要是靠場地和BOSS的大體型環境做出高爆發傷害 不過全程都需要手動 隊友組成為光炮U暗給 火龍U水史蘭姆 記者U泰姆 火星成員是水史蘭姆 可以在主線EX難度的1-2-1或是1-2-2中通關掉落 火龍武器為炎飛龍活動的卓炎龍杖 暗給可以換成叢雲 火龍可以換成火鼠 記者可以換成火狼 操作的手法稍微複雜一點 開技能的順序是火龍最後 光炮可以跟著隊友的combo一起放 記者和火龍最好是連續一起放 且要抓好在彈珠掉到彈板的一瞬間 開記者技能再立刻開火龍技能 火龍的位置要對準BOSS 接著就是一直狂點狂點狂點 由於洛洛沒有火龍 所以是用火鼠的組合 想要玩手動高傷害的也可以這樣玩玩看哦 在這一點點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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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點板上稍微左右晃啊晃 接著才會開始自動彈射 若是大家有說好在開始戰鬥的一瞬間點擊目的話 就可以讓彈珠不會左右晃 直接開始發射 這就是點板的意思 而要玩踢冠隊除了要找好隊友之外 也要講好是否要同意點板或是同意不點板 差別就是在於5秒踢完還是6秒踢完而已 以上就是關於光彩摩天龍超級難度的隊伍分享 若是真的對於組隊方面感到頭痛 也可以加入洛洛的Discord群組 目前這邊大佬很多喔 缺的只是大家的體力而已 那有任何問題可以在底下留言 洛洛都會一回覆 後續還會製作《彈射世界》相關的影片與直播 除了影片內容使用也歡迎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頻道內容 也可以點擊加入按鈕來成為洛洛會員 並成為正式幫眾 最後若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可以點擊喜歡給洛洛一個鼓勵 每週一到晚上9點半更新影片 我是虛擬Youtuber璐洛洛 我們下次見囉!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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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